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神医的真面目 阿奇身负重伤 拼拼的逃跑 后面的刺客不停的追着他 一个用球当做武器的人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阿奇一个滑场 躲够了攻击 这时一个画着脸谱 拿着大刀的刺客登场 前方又出现了一个拿伞的女人 他指着上面 上面的刺客来了一招百步穿扬 原来这是鸡大宝的一场梦 大宝醒来到处打探阿奇的下落 陈伯这个老胡图 以为阿奇和张主任失分了 大宝当然不相信继续打探 终于从春风一梁那里得知 玄武国已颁布最高级悬赏令抓拉阿奇 大宝的心里失分着急 回到家中 发现阿奇的刺客服装已被拿走 时间回到两年前 当时阿奇觉得这件衣服很浮夸 不再合适自己 大宝让阿奇把刘杂包抬下去准备开档 途中大宝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他探头一看 大宝看神医偷偷摸摸的 于是便跟了过去 他用潜水镜偷窥 发现神医有一颗炸紧连成的大钻石 大宝那是羡慕嫉妒恨 他想把大钻石据为己有 小学生买了一份五块钱的流杂 他要求阿奇拿一段财义 就像隔壁卖奶茶的大叔那样 这时大宝一个头锤将他击倒 大宝喝了一口假奶假装中毒 他变阿奇去偷神医家的解药 而解药就藏在宝盒里 夜里两人来到神医的家 阿奇戳破窗户吹了一口鼻药进去 阿奇成功潜入到处翻找 他不小心掉进了陷阱 阿奇掉进了地下室 神医的家摆满各种各样的药 阿奇发现了一张石传大宝汤的药方 他在思考的时候出发了机关 两边的药柜不断靠近 难道破解机关的药爵就是石传大宝汤 可不包汤的阿奇根本不认识药材 他想起小卖部看到了电视节目 肥妈叫包汤 欢迎大家今天收到肥妈叫你包两口啦 白术六块长十全公主地白术 一枝半解的阿奇各种尝试 关键时刻成功破解 正当他放下戒心的时候 又被柜子狠狠地转了一下 阿奇左右闪避 一个滑场来到了目的地 只见神医站在炼丹炉前 他转过来的时候双眼通红 这就是他脱下面具的样子 另一边 大宝担心阿奇把钻石独吞 于是便跟了进去 他误打误撞又掉进了陷阱 找到了阿奇 阿奇冲了过去想躲走钢子 却被目柱狠狠地转倒 神医将面具戴上 按了一下遥控 炼丹炉立马发出巨型火球 大宝让阿奇撤退 阿奇一口拒绝 非要帮大宝拿到解药 大宝使出直升至先行离开 但一想到阿奇是为了自己 大宝的心又软了下来 他回到地上室 阿奇撞了过来 大宝表示解药不要了 我们赶紧逃走吧 最多每个月多交点拖地就算了 阿奇说道 不是钱的问题 这样欺负我的朋友就不行 阿奇反复横跳穿越火球 即使被击倒阿奇也没有放弃 为了大宝阿奇可以连命都不要 炼丹炉火力全开 阿奇一招语气预解 将神医手中的遥控器击落 最后阿奇飞升一跃 还是没拿大宝盒 但阿奇的所作所为 大宝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时间回到现实 大宝正抽着寂寞 和小飞机前往玄武国 那么本期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 我们下期继续